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第48集的Minecraft生存教學 我們今集繼續來講解一下我們1.8的更新 我們今集主要講的東西就是多了我們一些新的物品 大家都猜到了,因為我上集類似是給了少許顯示 我們今集會講一下不同的木頭 因為在1.8的更新中,木的圍欄和門口有不同的材料 因為不同的木頭做出來有不同的樣子 首先我身上就拿了不同的木頭,是早有準備的了 穿著鞋子,穿著褲子,好嗎? 讓我做一些木板 現在我們做的門口和圍欄 根據木材固有的顏色,我們有不同的形態 第一,我們先做一下這個門口 這個門口是我們最原本的那種Oakwood做出來的門口 另外,它更新之後,每次用6個WoodPlan 我們都會做到三個門,以前只有一個 舊的這扇門的樣子沒有變大 但這個圖示的樣子好像有少許不同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一下這個 BIRCH WOOD做出來的門 這個白色的門 然後是誰呢? 然後是JUNGLE 隨便吧 這個森林木頭門的顏色又比較粉紅色 另外,它中間是類似有一個穿了的洞 讓我每樣東西都做一隻門出來 然後我擺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首先第一個這個Dark Old Wood 就是這個深色的橡樹 我們的門口就這樣擺 跟著它以前的那種顏色 跟著這個是Acacia 放在哪裏呢? 放在這裏 這隻Acacia就是類似中間的圍欄 在之前的snapshot的時候 因為大家會看到 我兩邊看的時候,你只看到這個平面 其實這個透明的框裡面 應該還有一個 你看到的另一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更新 又變成沒有了 其實有的樣子好像好一點 沒有好像怪怪的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 就不好意思 我解釋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嗯... 然後這個Spoost Tree 是這一棵 也放在這裏 這一個門我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就好像那些大城堡 就是中間有一個圈 在這裏 跟著還有哪隻呢? 這個Jungle 這個森林樹的樣子 那... 同樣呢 這個也是中間穿了個洞 但是你看到這個 粒陷的地方 裡面是沒有那條邊的 那...另外 還有這個白色的門口 我們也放一個在這裏 哈哈 這個是完全實心的 看起來就像是一些 比較高貴的 家裡的那種... 那些大窄的那種門口 那樣的感覺 那另外最後這個呢 就是我們以前的... 唉唷... 以前的普通的這種門口 那這個門口的樣子 沒有變過 那...又天黑了 讓我看看這個 好... 那... 說完這個門口之後呢 我們呢 也可以說一下 一些新的圍欄 那... 那... 圍欄方面呢... 唉唷...我身好像不夠位了 嗯... 隨便找個地方 擠起它 那... 那... 我們這個... 新的... 圍欄呢 也有一個新的合成方法 因為呢 這個合成方法呢 需要用到它的木板 然後呢 我們才可以判斷到 它是到底用哪一種木頭的顏色來做出來的 那... 我們新的木欄合成方法呢 我們中間呢 需要放兩條木條 然後呢 外面呢 要放這個四個木板 那... 我們呢 每一個這樣的合成 也都會得到三個圍欄 那... 我亦都每樣可以做一個 嗯... 這個是屋 但是我們以前做過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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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回它自己原本有的那種顏色呢 那... 那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的建築呢 又會多了很多不同的材料可以選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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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果想做木杂, 做的方法依舊沒有改變 同樣做出來, 例如我用Akasha 也有橙色的Fansgate, 因應的顏色也有木頭 這就是新的圍欄的改變 還有一個新的陷阱 這個陷阱門, 我忘記之前怎麼翻譯 也有不同的合成, 基本上只需要四塊鐵 另外我們放的方式, 像田字形一樣放 我們會用這個Iron Trap Door 這個Iron Trap Door, 跟木的Trap Door不同 它跟鐵門很相似 我們逃手來說, 沒辦法把它弄動 我們必須用紅石信號刺激 但是我這一集就不會用到 我自己可能會用來做一些裝飾的用途 另外還有什麼更新呢 它說這個按鈕可以切在天花板 讓我試一下 這個不是一格的Block 這個呢? 這個也是樓梯 這個呢?這個可以嗎? 嘔 ahh 我們說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之後 我偷看我的NOOX 我們說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說了兩樣新出的非常震撼的東西 我們說了一些不新不足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馬上來說一些全新的東西 在這個1.8更新的時候 其實它其中一個snapshot 我想大家提起最大的興趣的就是做Banner 讓我把舊舊納賊掉 OK 今天我們要做Banner 我在這裡做Banner之前 我跳到一個倉兼模式 讓大家看看 因為有東西要介紹 我們稍後見 我們來到這個倉兼模式 就是因為我要展示給大家看看 這個Banner 到底是怎樣做的 還有它們有不同的花紋 我們做花紋的時候 也有不同的配搭 我們講解一件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做Banner 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一些羊毛和木棍 然後再加上一條木棍 我們就會得到那種顏色的Banner 例如什麼呢 如果我想用青綠色做Banner 好像沒有木棍 我先用木棍 我們在這個9格的合成台 上面打橫鋪六個羊毛 下面再放一條木棍 我們就會得到相對顏色的Banner 這個Banner 上面也可以加上不同的紋 基本上我們可以加上六層不同的紋 有不同的紋 例如我們在一個合成台 裡面把Banner放在中間 然後下面放三個顏料 我們會得到一個橫色的打橫線 例如我們這樣放的話 哎呀 放什麼了 我們這樣放的話 我們會得到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有紅色的 這個是其中一種紋 當然也有不同的紋 例如我們上面放的話 動直放的話 左邊的這張旗顯示 右邊這樣放三個的話 另外我們也可以有垂直的紋 在中間放的話 在中間打橫放的話 另外打斜的紋 這樣放 另外再複雜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得到這些間條的紋 只要我們上面的左右兩個 放兩個這樣的顏料 當然後面這些紋 就是跟那些顏料的顏色是對應的 不用我講到知道 如果我們放一個交叉 有一個交叉 有一個交叉 有一個十字 如果我們三個這樣 圍著它 九格的其中一個角落 可以得到一個半格斜的顏色 同樣四個角落 也可以這樣做 另外如果我們放多少少少顏料 不是只放三架 如果我們那邊 這個只放三顆的顏料 我們會得到一個三分之一的顏料 覆蓋 如果我們放兩行的話 我們會得到一個一半的顏料覆蓋 同樣上下左右都是可以這樣放 另外如果我們在九格格的角落 放一個顏料 我們會在這個角落 就是染一個顏色 另外還有不同的擺法 例如我們像山一樣放的 我們會得到一個尖的角落 即是一個尖的角 倒轉也有同樣的效果 另外如果我們同樣 V字形地放這個顏料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我們正中間看這個 和下面這個分別 就是如果我們在九格格的下面 放這個V字的話 我們會得到這個小的紋 但如果我們在上面放這個V字的話 我們會得到這個大的三角形 同樣地方就 drie個角的部位置 我們會在三角角 changes related to vind 所以我們又會有不同的花紋 這兩個合成是可以比較混淆的 我覺得 另外如果中間放一個圖紋 那麼會得到一點 類似日本國旗 因為國旗的配搭 例如剛才的文章可以做美國國旗 英國國旗 很多國旗都可以做出來 但香港的國旗沒可能做出來 如果這張Banner放在中間 外邊為四角會得到一個零形 外邊為四角會得到一個右邊框的顏色 另外如果將物品加到Banner 會得到奇形怪狀的東西 例如將藤加進去 會得到一個我不懂形容的形狀 如果將物品加到Banner 後面的顏色是黑色 如果想它有顏色的話 我們在合成台中 需要多加一個顏料 基本上這兩樣物品和旗放在合成台中 哪個位置都無所謂 同樣我們可以放一顆燒焗的磚 會得到磚的紋 但因為沒有放顏料 所以它也是一個黑色的 如果想把它變成紅色的磚 我們會放紅色的顏料 除了這些物品之外 我們可以放一個creeper的頭上去 我們會得到一個黑色的creeper的樣子 如果我們配合一個深綠色的底 會得到一張類似creeper的旗 同樣 如果我們放不同的顏料 它有不同的顏色顯示 Wither Skeleton 的骷髏骨頭 亦可以有骷髏骨頭的顯示 如果大家想做海盜旗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個樣子 另外 我們也可以放Oxidase 的花仔 讓我看看是哪一個 這個Oxidase 的花仔 會得到一個類似太陽花的紋 最後一個奢侈的合成 如果我們把Enchanted的Golden Apple 不是普通的Golden Apple 即是要用金磚做出來的 Block of Gold 圍著蘋果做出來的蘋果 加上Banner 會得到Mojang的Logo 同樣 它也可以加上顏色 另外 最後 有一些漸進顏色的配搭 例如 像Y 字這樣放 我們會由上至下 龍至淡的顏色 鋪在白色的旗上 如果我們把Y 字倒轉 會有相反的效果 這個就是不同的 這個Banner 可以掩飾的東西 如果我們掩飾了一層不想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在一個Codron 裡面 即是在一個水槽裡面 把這個顏料洗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每次我們可以洗到一層的顏料走 不如我們隨便試一下 例如 現在我們有一個綠色的Banner 我們可以加一個灰色的角 然後我們加一個紅色的一點 在中間 這個是很隨便的Banner 所以很奇怪 哎呀 糟了 我發覺我加了出來之後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啡色 啡色很噁心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打破後面的泥 對著這個水槽 對著這個水槽 按一下 我們會得到一個 正常這個Banner 應該會消耗 因為我在創建模式裡面 我們會把前一個 加上去的顏色 洗掉了 這就是做Banner 最基本的東西 另外 我還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這個地圖裡 就是在兩個極端的地方 做這個Banner的示範 大家讓我飛過去 嘻嘻嘻嘻 嘻嘻 嘻嘻 這裡就是不同的Banner設計 有些是我自己創的 有些是抄別人的 有些是我自己創的 然後發現 原來上網也有人做了同樣的事情 基本上 我們由簡單至難的 也不是難的 就是由簡單的Banner開始 這個 我們前面看到這個Creeper Face 只不過是一個綠色的底的Banner 再加一個 Creeper的頭上去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個 Creeper Face的樣子 底就是青綠色 左邊這個 就是上面這個白色的紋 加下面這個白色的紋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是用V字形的顏料做出來的 然後中間再放一個Oxidacy的花 然後再放一個紅色的一點 做到像太陽一樣的東西 讓我轉到早上 另外這個 就變成一個超級複雜的 就是魷魚的東西 這個Banner做出來 就是非常複雜的 我沒辦法簡單的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Banner 這個紅白藍這個 我自己是自創的 我在這個極限生存的時候 就拿出來玩過 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意思 但挺帥的 這個就是 這個樣子 好像是Mario的 噴火的花 我自己自創 但有個問題 就是下半 就是 有一塊 沒有顏色的東西 其實這個Banner 另外有一樣有趣的東西 就是 其實它只是佔了半格 就是它只是佔了一個方塊 雖然大家看到 它是兩格這麼高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地上 其實它是佔了 地上的那一格的方塊 如果我們把它靠著牆 這樣貼的話 其實它只是佔了上面的那一格 而下面的這一格 其實我們可以把一個方塊放上去 就是擋住它 在後面的這個花仔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花放在上面 其實如果我們想把它遮掩下半 下半不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放 我們也可以得到這個半塊的旗 那 如果這個展示也不成問題 另外這個就是 我弄了很久才可以抄到別人 做出來的一個 類似邪惡的旗子 另外還有一隻貓仔 這個骷髏骨頭 還有一個兔子的旗 那這些旗 全部都是一個正常可以做出來的方法 那 另外如果我們用command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加這個 加超過六層的那個顏料上去 那基本上那些就去到一個創造遊戲的時候 才會用到 所以我呢 亦都不想講解一些關於command的東西 那 我覺得我們馬上就回到這個 我們的生存模式裡面 OK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生存模式裡面 我們馬上就要來試做一下這個banner 那我今天想做的就是我自己原創的那個banner 那基本上就是那個紅白藍的那個 我需要的東西 我們就是需要一個白色底的banner 那然後呢 讓我 讓我拿些顏料先 那我是需要這個藍色 我猜一個夠吧 紅色也都拿些 我要拿個白色 那另外呢 我需要用到這個花仔的 那OK 那我們馬上就來做了 我們要第一層要放的東西 我們就要做一個藍色的交叉 那這樣放 那 然後 我們要做一個紅色的Oxidase 這個花仔的紋 那 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 下一步呢 就是藍色 圍起它 那 我們呢 上面就蓋了一個藍色的菱形上去 那 然後 就是用這個白色的 迷起邊框 那 然後 還有什麼呢 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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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呢 就是 放一個十字的話 那我們呢 得到一個白色的十字 嘩 我真的做錯事了 我先洗掉它 不對啊 嘩 應該不是白色的 這個十字 那我們呢 應該要加一個紅色的十字 這樣 拼拼拼拼拼拼拼 然後 最後呢 我們就要在中間 加一個白色的點 這樣呢 就會得到我們這個 嗯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 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 很多尖刺的紅白藍 旗仔 那 另外呢 這個旗呢 也是可以 放在頭頂 但是呢 也是需要用到一些 command 去做 就是說 你生存模式裡面 是正常做不到的 我也是不會講解的 那麼 最後一樣關於這個旗仔的東西 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 其實呢 我們是可以複製這個旗的 那麼我們要複製這個旗的時候呢 我們最基礎呢 就是要有另外一支旗 那麼 那麼 那這一支旗的底顏色呢 就是 最基礎的顏色呢 我們會見到 White Banner 的話呢 我們是需要用一個White Banner 來做的 那麼 只要我們把兩支旗 放在一起的話 那麼呢 我們呢 就會得到一支 有兩支一模一樣的這個旗 那麼 他們是可以重疊的 那麼 沒錯啦 這個呢 就是新的旗仔 那麼 哈哈 我們呢 馬上拿這個旗 去裝飾一下 我自己呢 就類似 放在這間新的屋子那裡 不如我們放在這裏吧 還是好像有點太高 嗯 不是啊 都蠻好看啊 這個門口呢 我這個呢 就是這個 Darkwood做的門口 另外這個Spruce Tree 做出來的那個 Spruce Tree 做出來的門口呢 我又放在對面的塔那邊 那麼 對了 嗯 然後呢 再搞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教學裡面 最後一個目標想要教的東西 就是這個叫做 咦 我的材料好像在那邊 就是這個叫做Armor Stand 在其他這個不同的Mod Pack裡面 其實這個Armor Stand 都已經存在了很久了 但是呢 這個呢 就是正版Mojang 即是更新出來的Armor Stand 那麼 它的合成方法呢 我們呢 是需要用到一個 Stone Slap 然後呢 這個Slap 放在這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呢 上面是好像這樣放 這樣 對了 我們呢 用這個木棍 上面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總之大家跟著做吧 那我們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Armor Stand 讓我做到幾個吧 因為我打算 就是把這間屋 類似的 變成一個 裝甲展示的地方 那 講解一下這個Armor Stand 其實呢 它有幾樣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呢 哎呀 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裏 kä verb 分別的東西 شк 단 這就… 就會把這部裝甲 desen 完成你的裝甲 基本上呢 它會展示 這個裝甲上面的 對那支 它用那支 染色的皮裝甲呢 掩一個皮裝甲 也放在這裏 另外, 南瓜頭也可以放上去 我馬上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功用 但我待會裝飾環境時, 也會展示給大家看 另外, 這個Armor Stand 其實是一個 Entity 它是一個物品, 而不是一個方法 即是說, 它是有地心吸力作用的效果 如果我作出這個方法, 它是會向下跌 另外, 這個Armor Stand 也有... 咦? 我如何拆開它? 喂! 喔! 我要按兩下, 再重點它才會掉出來 它擺放的方向, 也有打斜的方向 也有不同的方向可以放 這個就是Armor Stand 另外, 讓我看看還有什麼還沒說 噢! 它是可以放在Mind Card裡面 如果你用Command 的話 可以放在馬背脊上面 放在你的人頭上面 另外, 你用Command 的話 它也可以有一些小一點的Armor Stand 一個微型的版本 又或者是一些有手的版本 有手的版本, 那些手也可以放在裝甲上 放在武器上去展示 但全部都是需要用到這個Command 所以在這裡, 我也沒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噢! 另外還有一些隱形的Armor Stand 之類的東西 總之,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就可能要參考其他的視頻 那麼... 我們馬上來用一下這個Armor Stand 我自己最希望的就是類似做一個稻草人的樣子 咦! 我的南瓜在哪裡呢? 南瓜在這裡 我另外要做一件皮夾 OK! 接著呢 我第一件事想做的呢 就是類似在這個法田裡面 放一個稻草人的東西 不如放在這裡,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放這個... 南瓜頭上去 哈哈! 超恐怖呀 另外放一片皮夾 啊! 哈哈哈! 還好可愛呀! 像不像一個稻草人呢?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獎人嚇走 嘖! 雖然這位Minecraft 裡面是沒有的 但這個裝飾呢 就... 挺好看哦 是不是? 然後呢 有些人也可能會問 喂! 你放一個Armor Stand 那你中間就縱少了一塊東西 但你收集的時候 就會不時刻按透它的 如果你心裏有這樣的疑問,就證明你最近才來看我這個頻道 因為我是要靚不要命的 還有一件事,忘了說 這個新的1.8更新,這個Beacon是有一條光柱 這個光柱是可以改變顏色的 如果我們想改變顏色的話,我們要在光柱上面放一些有顏色的玻璃 例如,我們可以放一塊玻璃,或是玻璃片都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例如,如果我們放一個粉藍色的玻璃在上面,這個燈柱應該可以變成粉藍色 我們會得到一條粉藍色的燈柱 這個也是1.8更新的新的東西 我覺得換了它做綠色的好看 HELLO 稻草人 最後下來呢,我這一集就是想用一下我今集所獲得的東西 就是去裝飾一下我這間屋子 我不知道給不給大家看這個裝飾的過程 但我主要的材料就是放在這裡 我可能裝飾完之後就會回來給大家看看 喂!可不可以不要妨礙我呀? 出發來呀! 過來呀! 啊...為了這個裝飾好看的方面 其實我是不需要另一個鐵尖的 但是...都是... 愛你不愛命的啦,我一向都是 那...我又犧牲了幾十塊鐵尖 那...然後... 另外這個水槽呢... 禮牌的啦,是不是? 放在這裡啦 OK! 那...我想用這個新的Iron Trap Door 就是類似做一些...桌子的擺設 那...但是呢,因為這個Iron Trap Door 如果我們想它有效果的話 我之前說過,就是需要用到這個... 紅石的 那...如果我們...我想... 如果我想它... 關掉的話呢... 那...我要在地底那裡 就是類似收買一個紅石的火把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Block 放在這裡 那...它就會... 遮住了這裡 那...另外這一邊呢,也是這樣做 那...我們就類似得到一張... 工作桌的地方 那...因為這間房呢... 我不太知道怎樣... 嘻嘻... 你站到那麼高啊,你 那...不太知道這裡怎樣擺設 那...類似呢,就是... 把桌子放在這裡 那... 那...另外呢,我們第二層啦 那...我們可以建的東西呢... 我呢... 那...我呢... 這裡就類似了一些 半格的這些... 嗯... 白色的這些石櫻 那...那...那...另外如果對比回這一邊呢 那...看一下大家喜歡什麼 那...我自己呢... 其實我自己呢... 其實我自己偏向呢,就比較喜歡 有白色的這些石櫻 那...那...這一間呢... كل...像是... 類似...我的石櫻放在另一邊的箱上 我會浪費時間去裝飾一下 裝飾好之後我又會回來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想做一張雙人床的地方 另外床頭可能... 我比較喜歡這個書櫃因為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可以... 在合成台上做個木箱 我們在這集完結前 最後這個房間的裝飾給大家看一次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把鑽石裝放在這裡 因為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玩而已 沒有人會來偷我的東西 另外這裡一上來就是這套... 我們常常穿的皮革 另外我們房間的擺設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取向就是... 這邊類似做了一張沙發 然後這邊就是... 在窗台上面做了一個書櫃 另外一張椅子就是... 用這個item frame做這個手柄 然後就是看著這一邊 我自己特地把這張桌子 類似是... 退出了一點點 令到這間房間... 因為這個房間中間空的地方太多 所以...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類似是把這個房間做了少許分隔 另外... 這裡就是... Chain Armor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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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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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裡是一張雙人廠 前面這裡類似有兩個書櫃 床頭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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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候建屋這些東西都不一定有特別的功用 那... 那... 可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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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集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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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想說一些關於Command的東西 其實新增的Command有很多 例如有些生物沒有他們的AI 即是他們不會動 亦對身邊的東西也不會有反應 另外還有這些箱可以上鎖 讓他們只有一些指定的玩家或人物可以開箱 另外我們也可以打指令去殺其他玩家或生物 我們也可以將一些物品類似瞬間轉移傳送 這些指令都是以前沒有的指令 最後呢 以前下雨時不是有電的 電可以打雷也可以用Command來弄下來 我們這一集就是類似講解了一些新的物品 可能有點悶 因為講解一些關於裝飾的東西 希望大家依然喜歡 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啦 我跟著是沒有特別的影片的 真的遠的啦 就這麼多啦 等下雨里 我跟著是沒有電 你幫我討論的?